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动销吹口的样式跟发展 我们都知道有U口 有V口 有半UV 有糖口 那也有发展我自己 特别研究的这些松口 或是说湖外切 那松口有小松 大松 平 宽松 那不管怎样 吹口是让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承接我们的气息的 所以它关系着它的器皿的效率 它的灵敏度 它的动态张力 那也有延伸着我们传统上的美学 传统文化里面 它累积下来的每不同阶段的音乐者 或者制作者的经验 我们传承了那些经验 然后来应用它 甚至来再更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的源流就是像河流 它一直在变化的 它不是只有一样的 你如果说以前是怎样 那只是你知道的那一样 我们最近有看到出土的这个文物 它事实上已经推到九千多年前了 那个古月 古老的那个月是竹子边一个 药匙的药的一边 那它的吹口是没有吹口的管子 那这样没有吹口的管子 其实在波斯伊朗之前有谈过 甚至其实在美国 到现在都有传承那个几千年下来的 鞋吹的管子 那这个鞋吹呢 相传是有吹火管 就是以前的人要生火嘛 生火生火 要生火嘛 要起火啊 所以这个生火的时候 用这个吹火管 我现在用这个 Standless来取代 那在吹火的时候当然没有声音 因为我们把气送到罩里面去 但是呢 古人会玩啊 玩一玩 嘶嘶嘶 看有没有声音 这是我们正面吹的 那斜面吹呢 也是玩出来啊 那牙齿吹呢 舌头去吹也是这样玩出来 所以是最早期的 没有吹口的吹口 然后再来呢 最近我从那个 这个学生他去美国学齿巴 他带回来的资讯 以前一修和尚 所吹的齿巴 他们有人去复制 当然他原物还在 他的吹口是什么 吹口 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吹口 也是没有吹口的吹口 他只是把旁边消薄了 就是竹子的旁边呢 稍微削薄薄一个平面而已 就像我之前在做绿管的时候的 削一个薄面 你比较好吹了 那削了一个薄面呢 就像我之前的这个胡外切 他是圆弧的 也是削一个薄面 那吹口 我说是浅浅的吹口 一点点的吹口 比一修的还深一点点 如果我们没有放空自己 那你会觉得说 某一种你所习惯的吹口是比较好吹的 这是人的执着 所以我习惯 因为我们搞科技研发的人 一定要放空自己 你才能突破新领域 不然你就是守着你原来的领域中 没办法再突破 所以说这个是我放空自己以后实验的 松口也是 松口也为了要更放松 承纳我们的气息 所以 尽量让它的宽容度加大 尽量让它的细腻度提高 我不知道能不能录起来 因为你要录高灵敏 它就会听得到低的音量 但是高的音量会破掉 所以我们要取舍 这个就是现代电子仪器 电子元件它本身有它的范围 但我们人的耳朵就比较广域 那再来讲堂口 堂口就是比较深一点的 切比较深的 那很多吹入口习惯的人 也很难掌握堂口 基本上它是比较宽又平 所以说我们封门要平宽 那再来讲U口 是动销里面最普遍的U口 我这边U口有三把 这是前销、北动销、南动销 环境不太一样 初中戏 吹口也一样初中戏 当你习惯了哪一个 你会觉得那一个好吹 但是当你放空了 你重新再练习 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特色 动态范围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琴销来讲呢 它是好像一个古人讲的就是雅销 这是它配古琴用的 它不需要很大音量 但是它需要很丰富的音色 它要跟琴和谐 所以说它的层次 它的音色呢 就比较偏向于圆润啊 飘逸啊 雅致啊 这次琴销 这次琴销 你的气息如果没有对准 你会觉得说很难吹 又有 一会儿有声音 一会儿没有声音 这是比较细的吹口 当然 不是很多人吹这种 那中间的这种是最多人吹的 叫北销 北洞销 它是比较容易适应的 但是它仍然是要一定的聚合度 来落入这个吹口的底部 当你没有对准它 你用这样子的风门的话 你吹这个松口的没问题 就会有声音 虽然是没有很扎实 但是会觉得比这个好吹 这样吹的话就会断断续续 但是你这样吹就不会断断续续 只是音质没那么到位而已 那就是说 当你遇到这样吹口 当你遇到这样吹口 你觉得不习惯于你的吹法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把它改大 或是你要练习你自己来适应它 这是个人的决定 就是说你要守着自己的领域 然后不再拓展 或是说你愿意放空自己 然后去探索未来在哪里 这是个人的喜爱程度 然后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吹咒应用的时候 怎么让我们的气息人消可以停 可以让我们的气息跟消的契合度提高 那你音试好又省力气 有人跟我讲说 上回在谈的那个阴阳虚实层次的消运 没有那个气息来推动那个层次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解 层次感不需要很大力气 大动态张力才需要大力气 我现在用这一把异调的 标准的难消的这个管径 那我把它做出层次感 我会不会不会的 有点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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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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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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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层次感的阴阳虚实 并不需要很大的气息 很大的力道 来去推动它 只要你 那个浓淡的掌握 能 配合着我们多重生坡的 共鸣与火 就是力气呢 其实是在风门调节 有大有小 你才会维持一样的音量 而且你的收小放大 都对得很准 聚合度都没有跑掉 那个聚焦 没有跑掉 你的音色就会非常亮丽 所以这个圆度呢 圆润度 只要是我所做的销 它的圆润度都很高 把那个圆润度 圆润度吹出来 把那个甜度 很甜美的 亮丽甜美的声音找出来 你的风门的焦点 精确度就高很多 那你 这个 根据了这个高音的 这个圆润甜美点 你再延伸到低音下来 角度一样 聚合度差不多 力气再调节 那你的共鸣就很强 好 这是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